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熟悉动罗大陆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是一个以实力为之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可以决心武魂的 并且他们的武魂种类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想要转变武魂属性确实不可能 但是谁来个奇怪却做到了 最厉害的就是奥斯卡 将辅助系转变成战斗系 简直是太变态了 下面记得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奥斯卡可以说是食物系真正的天才 浅天满魂力,是他天赋的展现 按理说依照他的天赋和武魂来说 将来必定是问定时无期魂属巾峰岛 但是,他喜欢上了扭容这个女孩子 但蓝两人之间的感情是魂属悲剧的 因为七宝罗里总有规定 家族传人的伴侣必须是战魂屍 这样才能保护他们 所以这个终归成了蓝在两人之间的一道炸篮 奥斯卡也确实是真男人 为了让自己能够拥有战魂属的力量 独自在外面历历五年 别的不说,蓝品这份勇气就没几个人能有 而奥斯卡后来的实力也是非常逆天的 在他获得第六魂属之后 他就能成为战魂屍了 因为这个魂属可以复制别人的能力 本身魂力高于奥斯卡 则复制70% 并于奥斯卡则复制80% 再加上魂魂的复制之后 能够直接将70%的复制提升到80% 而这个能力绝对可以说是非常变态了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